有点不心慌,我慌哥 话说男人溜进豪华别墅玉石 用小刀撬下一块瓷砖 在地上撒满洗发露 把捆成粽子的富翁带进玉石 让他跪在地上 拿出一把镶满瓷穿的铁锤 瞄准富翁脖子,瞬间出手 富翁当场没气 第二天报纸上报道 富翁在家洗澡,不小心摔倒死亡 一场凶杀案,完美被意外隐藏 男人是个顶级杀手 名叫社会王,猎杀手段丰富多样 战斗力很强,只是有个遗憾 他腰子不好,头发比较少 这天他接到任务去墨西哥 猎杀一位大佬 同伴在大佬必经之路上 埋下特勒特 大佬车队刚出现 一声巨响,领头车辆 瞬间上天 他抄起枪,打爆大佬车台 抬手安装微型特勒特 哄开车门,干掉保镖和大佬 但他却愣在了原地 车里有个小孩 他于心不忍,停止开枪 却被护送警察打伤 同伴白猫叔当即开枪掩护他 打爆警察,护送车辆 带着他一脚地板油逃了跑 经过这次事件 他内心受到极大冲击 认为做杀手太肮脏 给受害人家属造成了巨大创伤 于是他选择退出杀手组织 去乡村流浪 在流浪路上 他遇到了漂亮妹子大劲毛 也和大劲毛相守道了 不料麻烦出了线 他收到一张照片 好友白猫叔被扣押 如果他不去营救 白猫叔就会被杀 他按照照片上的地址 来到中东 和中间人一阵沟通 中间人告诉他 白猫叔借了一件600万的大货 收了定金后 却违约要逃跑 被雇主扣押 现在只有他能帮白猫叔 完成任务解决这件事情 他一听事情还挺大 来到雇主家 发现雇主是位酋长 酋长告诉他 任务很简单 猎杀三名英国空勤团特种兵 因为在苏丹战争中 这些特种兵杀了酋长的三个儿子 酋长要替儿子复仇 任务要求必须设计成意外死亡 还得拍视频 让特种兵认罪 他当即接受任务 还提出要和白猫叔见一面 他被带到小黑屋 和白猫叔见了面 抄起水杯 一耳八字 打晕看守人员 捡起手枪 冲出铁门 干饭看门人 拿起面包 塞在枪口上做消音器 迅速开枪 打伤酋长两名手下 手下还想和他硬钢 白猫叔当即开枪 干掉手下 其他人听到枪声 迅速冲进房间中 开始和他大战 他迅速开枪 打断门锁 打开门要逃跑 结果一出门 酋长的儿子小废柴 带着小弟拿枪 包围了他和白猫叔 小废柴很欣赏他的战斗力 说他有完成任务的能力 他只能再次看着白猫叔被扣押 坐上中间人的车 摁着黑人中间人一顿猛怼 因为他发现 中间人故意把最难的任务 派给了白猫叔 目的就是为了引他再次出山 黑人中间人吓得一脸惨白 那压根不敢吭声 他来到杀手基地和两个队友 胡子哥小背头组队 开始猎杀空勤团特种兵 被他们盯上的第一个人 名叫土豪哥 在苏丹战争中 掠夺了一大堆金银珠宝 成了亿万富翁 回到英国买豪车住别墅 生活十分奢侈 行为很嚣张 他潜入土豪哥别墅 用橡皮泥印下地板砖轮廓 拿出小刀 敲下一块瓷砖 让小背头用同样瓷砖 制作一把铁锤 并让胡子哥戳烂 土豪哥情人的车态 防止情人突然去别墅 影响行动 一切准备就绪 他和小背头进入别墅 拿枪顶在土豪哥头上 架上摄像机 让土豪哥认罪 土豪哥很嚣张 当即承认所有罪名 他把亿万富翁土豪哥 带进浴室 让对方跪在地上 拿出一把贴满瓷砖的铁锤 瞄准脖子 瞬间出手 干掉土豪哥 伪装成意外 摔倒死亡 完美撤退 干掉土豪哥后 他盯上了第二个目标 正在服役的特种兵 凶残哥 凶残哥战斗力极强 一直居住在军营中 很难接触 但凶残哥有个弱点 每周会进行一次野外拉链 这是射皇最好的下手机会 他来到拉链地点 观察四周后 当即制定计划 要利用严寒环境 杀掉凶残哥 他假扮成医生 来到医院 拿到一瓶粉末状肾上腺激素 正当他要离开医院时 麻烦出了线 一个名叫二嘎子的退役特种兵 盯上了他 原来土豪哥被杀后 引起了神秘机构与人的注意 这个机构全部由空勤团特种兵组成 专门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与人高层通过分析 发现土豪哥的死不是意外 而是谋杀 尤其是退役特种兵二嘎子 对这件事情格外上心 因为土豪哥是二嘎子的好友 经过调查 二嘎子盯上了社会王 射黄也发现了二嘎子 一脚地板由开始逃跑 二嘎子在后面紧追不舍 他一阵飙车 再次返回医院 躲在门后 瞬间攻击 摁着二嘎子在墙上疯狂摩擦 大尔巴子猛呼二嘎子 腰子耗着二嘎子的头 撞碎玻璃 转身锁住二嘎子的喉 二嘎子毕竟是特种兵 战斗力极强 转身抄起 40厘米长大刀 对他一阵反击 他抄起脱盘 砸毛二嘎子 潇洒离开医院 当天晚上 胡子哥带着他 来到特种兵基地周围 他穿上特种兵衣服 跳墙进入基地 混在士兵里 溜进食堂 坐在凶残哥面前 趁凶残哥不注意 在凶残哥咖啡里 下上肾上线激素粉末 这时拉链信号响起 他和凶残哥坐上同一辆车 来到拉链基地 一直跟在凶残哥身后 此时凶残哥体内 肾上线激素飙升 球长看到凶残哥被杀的视频 心里相当开心 凶残哥没气后 他盯上了第三个目标 暴躁书 暴躁书退役后 闲不住 参加了法国雇佣兵团 结果在战场上走位不好 伤了腰子 回到英国后 一直找不到工作 导致脾气相当暴躁 经常在家门口 殴打过路的小混混 射黄案中监视暴躁书 认为这个目标很好猎杀 不料二嘎子 竟然藏在暴躁书家里 在暗中保护暴躁书 这可把他气得不行 当即联系中间人 让中间人解决二嘎子 中间人找到英国军情六处特工 让特工赶快处理这件事情 特工当即和羽人组织大佬见了面 让二嘎子抓紧撤离 羽人高层当即开会 让二嘎子放弃 但二嘎子是个暴脾气 那压根不听话 非要带着手下弄射黄一下 于此动时 射黄等人开始制定猎杀计划 迷叫芝加哥大甩尾 他找来改装大师 在一辆大卡车上 安装上无人控制器 假装某公司人事部 给暴躁书打电话 让暴躁书第二天早晨10点 出门面试 第二天早晨 小背头让司机开着车 跟在大卡车后面 胡子哥则在制高点 观察暴躁书的位置 到钉字路口时 小背头启动控制器 瞬间控制大卡车 一路超车冲出路口 直接和暴躁书的车相撞 暴躁书当场身亡 但事情还没结束 暴躁书的特种兵保镖 发现了小背头的位置 开着车对小背头一阵追捕 小背头让司机把车开进码头 下车拿枪瞄准特种兵 命令司机把特种兵捆成粽子 不料司机是个憨憨 走在小背头前面 挡住了枪口 特种兵迅速反击 用着小背头一顿摩擦 小背头也不怂 锁住特种兵的喉 要和特种兵硬杠 这时司机来了脾气 拿起手枪瞄准特种兵的头 一声枪响 特种兵和小背头当场没气 司机拿到双杀 在秘密基地里 射皇做出一个造假认罪视频 交给酋长救出白猫书 并掩埋小背头 把一部分钱给了小背头的家人 和胡兹哥分别 还说以后江湖上 再也不会有射皇这个杀手 但很快麻烦出了线 二嘎子的手下抓到了胡兹哥 问着胡兹哥一阵摩擦 胡兹哥也是硬汉 一阵反击 打懵几个壮汉 仨子跑上高速 要找辆车逃跑 结果被大卡车撞成了渣渣 另一边射皇回到乡村 和大金毛见了面 这当他以为 能和大金毛双宿双飞 过快乐日子的时候 马范再次出了线 酋长给他打来电话 说他杀错了人 需要再去猎杀一个特种兵 他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 胡兹大金毛去巴黎旅游 并让白猫书暗中保护大金毛 他来到酋长家里 酋长的儿子扔给他一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 正是那个漏网之鱼 他只要干掉这个作者 就算完成了任务 为了后半生清静 所有特异特种兵 设置天罗地网 准备猎杀他 并确定他会穿着一身骑士服出现 这天一个身穿骑士服的人 出现在特种兵包围圈里 骑士刚打开门 瞬间火光冲天 骑士被炸懵 特种兵冲上来 摘下骑士头盔 却发现来人压根不是社会王 而在包围圈外面 射皇一阵攀爬 来到最后一个目标房间里 抬手一枪 打穿目标大腿 看着目标惊恐的眼神 他再次想起了 那个小孩的眼神 他一咬牙连续打完一缩子子弹 拍下照片 开始撤退 但很快他就被二嘎子盯上 二嘎子命令一群特种兵 疯狂围猎他 他在房顶一阵逃跑 腰子猛一用力 要跳到楼对面 不料楼不合格 脚下直接踩空 他瞬间下坠 关键时刻 他双手用力 抓住钢管 抬手掏枪 瞄准一个目击者 让目击者不要喊叫 目击者却不听话 一阵大喊 二嘎子听到喊声 当即赶来 拿枪瞄准社会王 射皇成了俘虏 小黑屋里 射皇被捆成粽子 特种兵上来 对他一个黑虎操心 把他揍成憨憨 这时二嘎子出现 让所有人离开 开始和他谈心 他告诉二嘎子 之所以不杀最后一个目标 是不想多做杀戮 而且这次猎杀 退役特种兵的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处置不好 二嘎子也会被杀 二嘎子却不以为然 一脚把他踹翻 打算让手下杀了他 以绝后患 随即二嘎子扔下 他要喊手下动手 他趁机踩断 把弄腿 把一根木头 藏在手里做武器 另一边二嘎子刚出门 就被军情六出特工 拿枪顶在了头上 特工带着二嘎子 进入小黑屋 让二嘎子蹲在地上 准备被杀 为了让二嘎子 和射皇死的明白 特工说出了 整个计划真正的阴谋 原来苏丹战争结束后 酋长被赶出苏丹 一直躲藏在别的地方 但酋长走后 新上任的人 并不听英国的话 没把石油控制权 交给英国 为了取得石油管理权 英国向酋长妥协 允许酋长猎杀英国 退役特种兵 条件是酋长返回苏丹后 把石油控制权 交给英国 而射皇和二嘎子等人 指示这场行动的棋子 特工话音刚落 就要开枪杀人 射皇立刻出手 用木头刺砖特工腰子 打飞手枪 二嘎子想捡枪 射皇冲上去 扫堂腿 干翻二嘎子 闪现突袭 杂蒙特工 战人凤凰相互大战 都怕对方捡到枪 最终二嘎子拿到枪 一阵突突干掉特工 掉转枪口 要攻击社会王 射皇一个闪现 跳下楼 瞎子逃了跑 与此动时 中间人暗中跟踪大劲毛 要杀了大劲毛 让射皇失去外人 增加射皇仇恨值 让射皇继续当杀手 白猫书躲在暗处 一枪打断中间人大腿 警告中间人 以后别找事 不然的话 射皇会杀了他 中间人吓得一脸惨白 只能认怂 五天后 二嘎子拿着最后一个目标 被杀的照片 来到酋长家里 嘲讽酋长 说最后一个目标还活着 掏出匕首 戳穿酋长腰子 酋长当即没气 酋长的儿子看到这一幕很开心 因为儿子不想回沙漠 只想在这里拿着钱寻欢作乐 二嘎子抬手 拿走酋长几十万 开着车开始逃窜 不料射皇和白猫叔 就在二嘎子身后 还枪打穿二嘎子车胎 俘虏了他 白猫叔从箱子里 顺走几万块 全当二嘎子交保护费 射皇则警告二嘎子 从此以后 自己和二嘎子的仇 一笔勾销 如果二嘎子再敢找事 就杀光英国特种兵 二嘎子只得认怂答应 随后射皇来到巴黎 和大鸡毛见了面 从此射皇和大鸡毛 过上了隐居的 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 全局中 头上顶块布 全球我最负 有时候资源太多 也不好容易被人盯上 这部电影里 英国为了石油控制权 不惜用自家特种兵的性命 做交易 来获取酋长的信任 得到石油控制权 只能说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好了 今天电影道就结束了 记得评论 点赞收藏 关注大方电影哦 我们下期再见